好 如果观众朋友今天有经过台北市的自强隧道 一定会发现已经有38年历史的自强隧道 今天变得很不一样了 台北市花了上亿元进行改造 经过了7个月 今天终于完工启用 整个隧道的南北两端分别以龙凤作为图腾 还加了七彩的LED灯 希望能够让原本阴暗的隧道变得明亮又安全 车子开进自强隧道 第一个感觉就是比以前明亮很多 因为隧道顶端增加了方形照明灯 而区段间还点缀图腾 有些用户人觉得很特别 仔细看网顾宫方向的东侧盘龙隧道 是去年9月就已经先启用 区间点缀龙的图腾 7侧祥凤隧道最近刚完工 用马赛克拼贴光环亮灯 红棕色凤形图腾随灯影跃动 图腾还是选自五个不同朝代的龙凤意象 以往在我们进行设计规划之前 就是进入故宫就是一个没有特色的隧道 那因此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就是故宫 一些就是传统的一个就是图案的一个设计呢 让等于是我们在进入故宫前 把那个氛围缩造完整的缩造出来 隧道内两侧墙面还装有节能减碳的 七彩LED灯 每隔一分钟还会变换一种颜色 自强隧道启用到现在38年 北市府从去年五月开始大改造花费上亿元 现在除了修补壁体 外观也重新打造完成 记得这种报道